好久沒見了大家 首先祝各位新年進步 心想事成 話說踏入2024不久 四天內即是1月4日 星期四 晚上香港時間11點 火星進入了摩蝶又叫山羊座 而這個星象是為世人帶來一絲喘息的機會 為什麼呢 原來因為在過去的一段頗長時間裏 一直沒有什麼行星得力於廟旺為止 再加上我們有那個木星逆行在金流座 直到去去年年尾就完了 但也有一些叫後陰影期 然後又有水星逆行 都是乾結束不久 但水星還要逆回落陷的射手座 同時又叫人馬座 所以諸多這些行星不得力 甚至去到一些逆行 或者去到一些落陷的位置 搞到我們世人都會沒精打賽 做很多事情都是死氣沉沉 簡單而言就諸事不順 其實日本做什麼這麼邪呢 真是開憐不久 又地震 又海嘯 又飛機 又失事 又阿翠近日 剛好又說有一宗大火 為何這麼邪呢 不知道關不關星象事 好 再說回到這裡 好 就是在星期四的晚上 香港時間11點 火星入了摩傑 其實我們在千星學 叫做一個入旺之上 Exalted 本身你聽到黃字都很開心 興旺的黃 然後他一去了摩傑座零度 入了摩傑座剛剛新的位置 他一來中六分摩傑座的主星 就是土星 而土星是響雙魚座 什麼六分呢 就是火土兩星形成了一個六十度 相距了六十度的這個 mathematical degree OK 然後同時這個火摩傑 還三分了大吉星 就是金牛座的木星 什麼叫三分呢 就是兩星 就是火 木 兩星 形成了一百二十度的這個 mathematical degree 所以你們看這個圖的 即是這條片的那個 那個thumbnail 那個cover 他們就構成了 我們在星象上叫一個 機會少三角 那機會少三角 顧名思義也聽得出來是好東西 才給了一些機會 還有我們同時也知道 首先牽涉了火木土三星 火星入黃摩傑 然後土星就是摩傑座本身的主星 或者你叫守護星 然後木星是尖星學的第一大吉星 同時我們知道 咦 原來火星是天蠍座的主星 而天蠍座對摩傑座而言 是吉公來的 因為它是屬於第十一個公位 即是你由摩傑調回頭數 摩傑之前那個是射手 射手之前是天蠍 所以摩傑是1 然後射手是12 然後天蠍是11 11 我們在天蠍座裏面 是一個吉的公位 好了 通通 這個火木土的機會小心角 由火星入 摩傑了這一刻起 那麼 世人可以享受到些 什麼的祝福呢 大家就聽著了 由這一刻起去到 因為現在你聽到好像遲了 但是如果你加入了我的Patreon 我的Patreon 我就是神早已經說了 因為我製片是要順時的 好 但是直到2月13日 都很容易的 我情人前夕 做很多事情 將會細如破竹 做很多事情將會很順利 包括什麼事情 這裏我就不能夠盡裂 如果你想聽完的話 就加入我的Patreon 但是我可以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尷尬 即是劇透少少免費的訊息 如果你們是剛巧用得著的話 就盡量去爭取 好了 想在這裏問大家 其實你們一向怎樣看 有錢使得鬼推磨這句話的呢 當然我們明白錢不是萬人 我們講到老掉牙 錢買不到健康 買不到快樂 買不到幸福 但是你真的細心一點去分析 有錢使得鬼推磨 因為我現在不是說 我錢使萬人者的說話 我不是說 你看這個literally 他是說有錢使得鬼推磨 即是說你有錢 就可以買到man power 有錢你可以請到伙計 但是下一步你就問 是這個 你就算買到個人回來又如何 你可能是得到個人 但是得不到他的心 我給個例子大家就會明白 我當你去搞婚禮 你都要請奔客 你為了充餐場面也好 什麼都好 你都真的要有人幫你去餐場 而且他不像演唱會 例如Juno那時候 麥俊龍 因為他爸爸很有錢 就說他給錢的請假粉絲 哭就不知多付200元 即是那時候網上說 你直接賴尿 你看到粉絲驚喜到賴尿 然後加多500元 加多1000元給你 孩兒送多幾個飯盒給你 這些東西 真是有錢使得鬼推磨 或者阿士 如果他早些肯去扔些錢出來 就不需要扔袖包 那麼醜 那台慶 這些東西你真是有錢使得鬼推磨 但是我當你搞婚禮 你不會扔夠錢去請一些你不懂的奔客 是不是 你是真心希望有人會來替你高興 和你去慶祝這個時刻 是不是 OK 不過我又退回一百步去說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但是大陸真的有這些服務 他真的可以去請假生息 就是假朋友來幫你去賀仇 就是去婚禮餐場 或者甚至這個好像 都不是說要去笑咎大陸人 好像是中國一個傳統 請人回來幫你去喊 是不是叫喊喪 OK 就是我當是 有些人過了身 想在喪禮那裏 扮有人幫他喊不很厲害 有人很喜愛他 很懷念他 孝子完算 就給錢請人回來假喊 這個好像不是說近代的事 是中國 就是中華自古以來都有這樣的傳統 但當然我們都可以看得出 以前或者是中華民族的 幾於父幾要面的思想 OK 但我不說這些極端的事 我當你真是搞派對的話 你真是想找一些你認識的人 去替你高興 好了 所以我就入正題了 原來由現在多德星象開始 直到情人前夕 如果有一些 你很想去成就的個人願望 而你是真心需要一大群支持你的人 不是給錢請 是真是一群跟你是兄弟同心 其理斷金 跟你一心一意 一條心的人 一大群人 你想他們去幫你成就你這種個人願望 眾之盛盛的話 那恭喜你了 你由現在開始做 就會做得到的 OK 因為始終這個世界 真是我們是 即有時需要人的 無人是一座孤島 是吧 我們是社會群居的動物 OK 無論你有多獨立 有時你都真的需要別人的幫忙 OK 還有就算你有多有錢都好 有時你都真的要有一些 有一些是你認識的 他會跟你一齊去分享這個信心 和你分享幸福的 的人去一齊幫他達成某些個人願景 OK 那 例如我剛剛講過那個結婚的例子 那有些甚麼個人願景 都是跟結婚差不多的 求婚 是吧 結婚之前會求婚 OK 我當你接下來想跟你的女神去求婚 OK 那你都想整班朋友幫你去助興 幫你去立陷造勢的 是吧 或者是整班群眾壓力之下 逼女神就犯的 是吧 OK 那你怎樣去找那些人回來呢 還有這班人你和你女神都要認識的 是吧 你找陌生人這樣很奇怪的 OK 原來就是趁現在去到情人節之前 不過我有好巧 通常情人節就是那些求婚的黃金期 是吧 但今次這個星象就在情人節之前會完 OK 所以可能就不包括你在情人節求婚 但如果你在情人節之前求婚 那就會合理的 OK 那你想找大班朋友去幫你 你就去做吧 OK 或者好就算我當作結婚 也不是說請婚客 但是結婚是你的一個 就是你一個人生很大的成就來的 是吧 你一直很想結婚 那你有些甚麼 就是除了說你請開多少台 那些人來吃飯幫你撐場面 那但是 之前你都還要甚麼人去支持你 你要那些鄧村石 是不是叫鄧村石 還是鄧珠石 就是那些伴郎團 是不是 兄弟團 或者伴娘姐妹團 OK 那你要這班人去支持你 幫你去 搞得這個 就是這個是你的大夢來的 是不是 搞得他妥妥貼貼貼的話 那你就趁現在去 找朋友去幫 那特別呢 特別特別 如果 平時你很接觸一下 覺得自己 你都沒有甚麼朋友的 但是我就恭喜你了 星象真的給了一絲寸式機會 去到你人生這個階段 這個時空裏面 你說我平時沒有甚麼朋友 糟糕 沒有甚麼人會來幫我 但是多得星象 在這個時段 你才會發現 其實自己都不是那麼孤獨村 如果你真的開到聲的話 都真的有些人 始終會肯去幫你 那現在這裡 我忽然之間 想起一首歌 歌詞就是 開心分兩分風光 需要很多觀眾 大量迷力前來作文 你本來怎樣動人 仍必須 甚麼 仍必須很多嘉賓去祝 不是 仍要靠很多嘉賓去祝福正婚 大家記不記得這首歌呢 說到這裏 我先忽然靈光閃 我記得一宗真人真事 話說我就認識 其實不是我認識的 是我聽我朋友說的 但是 我通過朋友A 然後朋友A就說朋友B的事 但朋友A就真的直接認識朋友 那男朋友 聽過這個甚麼真人真事 話說 有對男女結婚 然後那個男人就很相親 但是那個女人就 總之是某一方 夾月結婚 某一方就很相親 哇 雙色滿天下 高頻滿座 那些 然後另一方是很 怎樣 很毒 真的 一個朋友都沒有 或者只有一個朋友 那 然後結婚 那通常華人你都是 不要說華人 就算你西方都會找大班朋友 去那些姊妹團兄弟團 但就是因為其中一個 他沒有這些姊妹或者兄弟團 你知不知道他們最後 就是怎樣 他就唯有把婚禮細弄 OK 真是吃頓飯就算 那些甚麼過門 那些甚麼開門鬥禮事 那些活動就取消了 因為其中一方你有很多朋友 另一方你沒有朋友 你的落差很噁心的 他們就為了避免這種噁心的尷尬 然後把任何需要 支持朋友的活動 都取消了 但是當然吃飯那些 他都會請回 隔方很多朋友的那個 沒請回很多朋友來吃飯 但是 月方可能放那個台數 就少些了 不說家人那些 朋友那些 真的沒有請到朋友來 整件事我覺得很酷 聽到都替他打爛陣 還有說真的 如果我的伴侶是一些 完全沒有朋友的人 我都不要說會不會跟他結婚 根本我在第一位 不會跟他做伴侶 因為 我當作很理性去想 你會想到 一個人沒有朋友 即是孤獨孫 他的性格都有些問題 你怎會喜歡一個性格有問題的人 跟他拍拖都不健康 還有你都可能會心想 你就是他唯一的世界 那他會不會變得很癡身 這些可能是一些比較理性的考慮 但我也都可以跟大家說 你知不知道 如果由占星去看 當你的伴侶是 真是靈朋友的話 其實你們是會很難有知識的 OK 這個 是根據原學可以反映到的 哎呀 糟了 哎呀 糟了 哎呀 我忽然想到一些事情 這個真的 我Thomas我自己 懂的 哇 今天我這麼多靈光一閃 又想起朋友的故事 還有我現在真的想到一件我自己身邊 我真的身邊認識一對夫婦呢 兩個都比較沒有什麼社交 那個男的都可能有些社交 聽說他早年都會玩些運動 但好像現在都經常在家打遊戲 但是我相信男的那個朋友都應該 據我粗略的認知都不會多過三四個 但是女的好像真的沒有朋友 或者真的只有1,001個朋友 我頂功當去盡 因為這對夫婦跟我都很親密 但是從我聽說 真的 兩個都很好很好 在家裡很恩愛 我不是說他們外面怎樣 但是他們唯一的生活 就是家裡的恩愛夫婦生活 但是沒有完全外交外面的事情 哎呀 還有最應驗的是什麼呢 他們真的試了做嬰兒很多次 還有都找了那些 打那些什麼排卵針啊 那些什麼什麼 然後他們現在都應該是放棄生嬰兒這個 這個 嗯 對了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實例 但是如果你要我想起一個實例 去做一個助成 我只想到1,001單 那當然在統計學上就微不足道 但是總之我告訴你 是的 如果你的伴侶 是的 沒有朋友的話 你們很難有知識 好 那這個是一個花邊新聞 好 然後我又想說回那個整體了 好了 到最後當我做個小總結 總之你有些個人的願望 你想眾志成城 有些真心的朋友去幫你 那你就趁現在到情人節前職 快點做 還有 愈早做是愈有利的 還有這個聲像 對全人類12星座都適用 好 最後也都再給予多一點點的 snip peeks 但是這些就開始有條件了 我之前不是唱起 TWINS的歌 OK 大家知不知道其實那個是 來自TWINS的歌 唉 糟了好像有些暴露年齡 如果你連TWINS都沒有聽過 那你真的很年輕 唱起TWINS 我們就會想起阿嬌 好了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 咦 原來 即是根據 我們這次這條片提及的聲像 由現在到情人節前職 其實 我們身邊遇到的貴人 就會好像阿嬌那樣 阿嬌是貴人 什麼意思呢 我給大家去留言區 你們猜一下 阿嬌有什麼特質 但是這裡 事先聲明 不是說一些噁心的 也不是要揭阿嬌過往的歷史 那些 不好的倉巴 所以請你們留言 都尊重阿嬌 不是說一些過往不開心的東西 但是阿嬌還有其他什麼特質呢 這個特質他也很有名的 原來這個特質呢 這個特質呢就是 會是應驗在 來正常的 我們全宇宙人類 我們的貴人身上 我們的貴人會有阿嬌的這種特質 那你們猜吧 夠 200個留言 我就開猜了 還有 我想問一下 這裡有沒有年紀 超過 50的人 50歲或者以上的人 那 原來 根據這個星象 你們還有些事情 可以去做 是會非常之得益的 OK 但是這個東西呢 我就不會在這裡 免費公開 也都 就算你們留言 都不會有答案的 那如果想知道的話 就記得 加入我的Patreon Patreon 是真的非常之有著數的 那些著數太多了 我舉幾個了 你想將來參加簽聲班 學簽聲就是去Patreon 跟著優先算命是Patreon 現在已經突破500人排隊中 OK 跟著還有我2024的語言 其實不單是說2024的 講到去20... 204幾都有的 是啦 整20年的你要怎樣去為人生做鋪排 我已經這個語言特輯我講到三十多集了 通通已經放在Patreon上面 還有我平時也有很多 吹急避空的發佈 一些風水陣 是很靈驗的 我已經有很多真實的反應 都發出來了 通通這些都是Patreon 所以呢 就真心勸勉大家去參加我的Patreon OK 還有在現在這個 大家都知道惡法的底下 放心我的Patreon是非常之安全的 我也都沒有說過任何 會去觸犯法紀 去令自己墮煩網的事情 因為我都不想違法 我都不想被什麼人去抓 因為我仍然都會去回我的家鄉 所以我 這麼謹慎的情況之下 即使你們加入也都不會發生任何的意外 最後還有啊還有啊 就算你們真的不是成為Patreon裡面的會員 但你們都可以在Patreon上面去追蹤我 而如果我有時候有些免費的資料 你是會在那裡看得到的 所以就算你不去參加那個 每月的參加的參加 你都先去追蹤我 OK 例如包括些什麼 最近有朋友說 日本那些那麼多壞事 而如果我研究到任何成果 我可以免費分享出來的 OK 還有Patreon我已經真的免費分享了些什麼的資訊 是一些先升的研究結果 就是早前12月 大家看看這裡的帖子 我真的把我的研究成果 是免費 As promised 是分享了出來的 OK 所以無論如何 是必定需要先追蹤了 才會得到這些的免費著數 來你辦嗎 G哦 我們每個人都會提供 好 好